在最近金学雅和师弟Pentagon成员金小钟承认恋情,通过联合新闻公开表示,已经交往年年之久,也希望对喜爱他们的粉丝说出实话,在舞台上更加堂堂正正的表演。 公开练情的他们也表示知道标签会贴在身上,但是很难去给粉丝一个交代,因此希望以后能够让大家享受舞台。 据二人回答,已经相爱两年时间,的他们其实在之前的因为红中,金小钟作为练习生进行舞台RapFit而走近,后来2016年,就开始了正式的交往,其实在今年6月4日,一起开生日派对的时候就向身边好友宣布了这一切,并且也得到了相应的祝福。 而不久前,共同组成的三人混声Triple H回归活动,大玩十九星的舞台,加上金宣扬和湿地过度的身体接触,被众多网友称道是性操扰。 不过当时大家只是简单以为是宣扬的天神魅力和不作作,但是后来了又流出相片传闻,虽数公司立马打压并且对外宣称并没有的事。 可是,这还没过多久就直接被打脸了,两人宣布想脸事宜,其实一方面是祝福他们,一方面觉得也非常不合适,要知道二人现在还在打歌活动期间,并且金小钟所属组和Panty Prime也即将回归,在这个节骨眼上宣布恋情也太不合适了吧。 众多网友也纷纷流言表示,Cube公司今天真的是绝了,爆出欠人女团该有十岁,这恋爱说之后,又来了这么一出,真的是年度大戏。 还有网友表示眼神真的不会见人,在第一次合作就感觉出来了,两家粉丝之前还在说性骚扰,现在尴尬了吧? 更有网友表示,这个点上报另外,Pentagon和Triple H都凉透了。